我觉得比如说松茸也好 松茸也好 他们也会慢慢的长大 然后就慢慢的老去 我觉得人也是一样 慢慢的长大 然后就也要学习 要成长 成长的过程中 又遇到很多的困难呀什么的 慢慢的会越来越长大 然后就思路也越来越不一样 因为我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还有越来越好 普通话越来越好 然后我去了那么多地方 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 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以前就小时候我们就 比如说飞机 看飞机的时候就只能在天上看 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要坐到飞机上 我要飞在天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我又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生挺 做得挺苦的 经历了不同的感受 很值得 因为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在公道自然场 在自然中慢慢的去看 然后就慢慢的去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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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